今天我们要来讲哥罗西书的最后一段经文了 我们花了大概半年的时间来讲解哥罗西书 今天我们会读最后一段四章七到十八节 我想既然是最后一段经文 我们有必要把哥罗西书从前到后进行一个回顾和总结 如果你手上有圣经的话 不妨翻到哥罗西书第一章 我们会看到保罗在书信的开头 对哥罗西的教会信徒有一些简短的问安 然后写到了为他们怎样祷告 接下来从一章十五节开始 保罗就把话题切入了主题 开始谈到耶稣基督 先谈到了基督的超越性 包括基督是创造者 维护者 救赎者 基督也是教会的头 理应在凡事上居守卫 这是谈到基督的超越性 那接下来呢 保罗就谈到了耶稣基督的充分性或者充足性 意思就是说 我们基督徒生命成长所需要的一切的恩典 都从耶稣基督里可以支取 我们不需要借用律法主义 禁欲主义 或者神秘主义的一些错误的一些的方法 去追求生命的成长 基督足够了 然后进入到了哥罗西书第三章 开始谈到一些具体的生活原则 那么我们既然是在基督里 新造的人 是一个新人 如何在生活中活出这种新人的样式 这就是第三章到第四章要讲的 包括谈到了我们 如何在个人的生活中 去活出这个新人的样式 如何在教会里面和弟兄姊妹相处 如何在家庭里面和复理夫妻的关系 亲子的关系 以及主仆的关系 以及如何和世上的非信徒交往 谈到了一些具体的生活原则 所以哥罗西书呢 前面是谈神学 后面是谈应用性的方法和原则 所以平衡呢非常好 然后到了第四章 最后七到十八节 就是我们今天要读的 是这个书信的结尾 是最后的问安 好 我们就来读 今天这一段经文 最后的问安 哥罗西书四章七到十八节 最后的问安 我们一起来读 由我亲爱的弟兄 黑鸡骨 要将我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 他是忠心的执事 和我一同做主的仆人 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 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 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 我又打发一位亲爱 忠心的弟兄阿尼西姆 他也是你们那里的人 他们要把这里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 我与我一同坐监的亚历打鼓 问你们安 巴拿巴的表弟马可也问你们安 说到这马可 你们已经受了吩咐 他若到了你们那里 你们就接待他 耶稣又称为尤士都 也问你们安 奉割礼的人中 只有这三个人 是为神的国 与我一同做工的 也是叫我心里得安慰的 有你们那里的人 做基督耶稣仆人的以巴伏 问你们安 他在祷告之间 常为你们竭力地祈求 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 得以完全 信心充足 能站立地稳 他为你们和老底家 并希拉玻璃的弟兄 多多的劳苦 这是我可以给他做见证的 所亲爱的医生路加 和迪玛问你们安 请问老底家的弟兄和民法 并他家里的教会安 你们念了这书信 便交给老底家的教会 叫他们也念 你们也要念 从老底家来的书信 要对亚籍部说 不要谨慎 尽你从主所受的职份 我保罗亲笔问你们安 你们要纪念我的捆锁 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 好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你借着你的使徒 所写下的每一句话语 都是如此的宝贵 就从这最后的问安里 我们也看到 祝你当年借着保罗 要传递给我们的心意 主要我们仍然在你的面前 谦卑地祈求你 借着你圣灵的光照 让我们看到 你在保罗和他的同工之间 所做的那美好的工作 主要让我们也能够竭力地 向着标杆直跑 能够效法基督 也效法保罗和他同工的样式 让我们也能够活出 这样一个耶稣基督美好的见证 求主你在这段时间里 对我们的心说话 让我们人不管在哪里 我们同感一灵 能够一同进入同样的真理 让我们在真道上 能够和人为一 让我们在爱心上 能够被你激发 能够彼此的相爱 彼此的鼓励 彼此的劝勉 求主你成就这样子 属灵祝福的工作 让你的教会和儿女得着建造 求你在这段时间里 在我们的心中来做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 阿们 我们知道保罗在写 哥罗西书的时候 他人是在哪里 是在罗马 被囚禁在监狱里 但是保罗失去了一部分的自由 可是他仍然有一定的自由的空间 就是说他仍然可以接待客人 可以和来访的客人传道 讲福音 还可以写书信 托他的同工把书信带出去 所以我们才看到 有哥罗西书这样一个监狱的书信 所以当时的保罗其实并不孤单 在这一段最后的问案里 我们看到保罗提到了很多人 这些人和保罗组成了一个团队 这样一群人 非常的不简单 这一群人的社会背景 有很大的差异 但是他们却有同样一个使命 他们一同为福音劳苦 一同为了神的国度而献身 他们有同样一种信仰 都信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他们可以在基督里合一 可以彼此的分享 彼此的鼓励 彼此的相爱 这样一群人 是上帝所选招的一群人 是被上帝使用的一群人 这样一群人 跟这个世界的文化截然不同 我们可以说这一群人是 非主流的 不随波主流的逆行者 我们要看看这一群人 从这一群人的生命当中 你会看到 耶稣基督荣耀的见证 这让我想到了 民数纪23章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还记得 在民数纪23章 摩押王巴勒 叫一个先知巴兰 去咒诅以色列人 可是神感动了巴兰的心 却祝福了以色列人 在民数纪23章第九节 记载了一句话 说巴勒到山上去看以色列人 巴兰就说 我从高峰看他 从小山望他 当巴兰看以色列这群人 巴兰看到的是什么 他说这是独居的民 不列在万民中 这是独居的民 不列在万民中 上帝开了巴兰的眼睛 让他看到 上帝立约的这一批子民 是与众不同的一群人 与世人不一样 不列在万民中 是独特的一群人 那么在新约的时代 基督徒我们组成的教会 这样一个上帝立约的群体 也应该是与众不同的一群 保罗和他的同工是与众不同的一群人 那么今天我们呢 今天我们这些基督徒组成的这一个群体 也应该是与众不同的一群人 所以我们今天要看看这一群人 是怎么样的一群人 从这一段经文里 我们会看到保罗和他的同工 这一群人 有三个重要的特征 第一个特征 他们在基督里合一 第二个特征 他们彼此的分享 分享彼此的生命 第三 他们相互的鼓励 劝勉 但愿我们也可以成为这样的一群人 可以在基督里合一 可以分享各自的生命 可以彼此的鼓励和劝勉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特征 这一群人是合一的一群人 这一群人呢 社会背景非常的多样化 在第十一节 第十一节说 在奉歌里的人中 只有这三个人 是为神的国与我一同做工的 这三个人是哪三个人呢 就是前面提到的 亚历达古 马可和 耶稣 这三个人是奉歌里的人 就是他们都是犹太族裔的人 有着犹太人的血统 但事实上 我们知道保罗在整个传道的生涯中 不止这三个犹太人的同工 在他第一次传道的行程当中 有巴拿巴和他同工 也是一个犹太人 在他第二次的传道旅程中 有希腊和犹太人和他同工 那保罗在这里说 只有这三个犹太人的同工 是指的他当时在罗马被囚在尖的那样一个时间段里面 有着三个犹太的人 那么其他的呢 像路加 推积鼓这些人 就应该是外邦人 所以首先我们看到了一个民族的差异 有犹太人 有外邦人 这两种人 有着不同的基因 有着不同的血缘 他们在血缘关系上是疏远的 他们的民族的文化背景 和民族的宗教背景 也是非常不一样的 这样一个民族的鸿沟 放在了耶稣基督里 居然可以合而为一 这是在世界上不可能实现的事情 在世界上 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救温的话 我们会发现民族的隔阂 会导致仇恨 甚至导致屠杀 就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 就用民族主义的这个旗帜 去优化日耳曼民族 去屠杀犹太民族 但是在耶稣基督的教会里 就不一样 所以我们就知道 当年在二战的时候 德国有一个牧师 德国的牧师潘霍华 他作为一个日耳曼民族的人 他就冒着生命的危险 去保护犹太人 这就是在耶稣基督里的救恩 达成的另外的一种的福音的文化 就是不管是什么样民族背景的人 犹太人也好 外邦人也好 可以因着信靠耶稣基督 在上帝的国度里 成为弟兄姊妹 合而为一 耶稣基督的福音 消除了民族的隔阂 而且这一群人 他们的在社会上的职位也不同 经济的地位也不同 有一个人叫阿尼西姆 大家知道阿尼西姆是一个什么人 他是一个奴隶 在当时是奴隶制度的社会 阿尼西姆是一个奴徒 奴隶 我们从圣经的另外一卷书 费利门书 就知道阿尼西姆 他本来是一个奴隶 而且在教会的历史上 都认为说阿尼西姆应该是 他是一个叛逃的奴隶 他不是一个忠诚的奴隶 他叛逃了 离开了他的主人的家 后来保罗遇到他 给他传福音 他就信主 悔改 后来保罗就写了费利门书 保罗说阿尼西姆欠主人的债 保罗愿意为他偿还 请他的主人接纳阿尼西姆 可是我们会发现在 保罗怎么称呼阿尼西姆 保罗称他是 忠心的弟兄 亲爱忠心的弟兄阿尼西姆 这跟他原来的身份 一个不忠诚的奴隶 截然相反 一个叛逃的不忠诚的奴隶 信了耶稣以后 变成了一个忠心的弟兄 当然了 保罗并没有 阿尼西姆 并没有因为他信了耶稣 他的社会地位有什么改变 他并没有因此去推翻 这个奴隶制度 他仍然是一个奴隶 在当时的社会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奴隶 加入了这样一个群体 就和另外一同 和另外一些 有着不同的社会地位的一些人 成为了弟兄 在主里合一了 在这一群人里还有一个人 叫做陆家 陆家是个什么职业的人 他是一个医生 早在公元前三十年的时候 古罗马就已经制定了相对成熟的一些医疗制度 包括对医生的监督考核 包括对医生行业的这种管理 所以在当时的保罗那个时代 罗马的社会里头 不是随便一个人都可以做医生的 也一定是要经过专业的教育和训练才可以 那么当医生陆家和奴隶阿尼西姆这两个人摆在一起 可以称兄道弟吗 在一个世俗的文化里面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世俗的文化里面 一个白领和一个蓝领 或者一个甚至一个黑领 一个住后花园别墅的人 和一个住廉价出租屋的人 两个人可以加入到同一个团队里面 亲密的像弟兄一样吗 这在基督里面是很难实现 这在世界里面是很难实现的 但是这在基督里面呢 就这样发生了 在基督里面不同民族背景的人 不同职业的人 不同经济收入的人 拥有不同社会权利的人 可以何而为 这跟世界上的文化恰恰相反 因为世俗的文化愿意把人 划分成三六九等 根据你的权利 根据你的经济的收入 划分成三六九等 而我们在中国大陆成长起来的这一代人 我们应该很熟悉这一种世界观 我们从小在中国受到的教育 就是这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这种世界观 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说 这个世界上人就是按照经济水平划分的这种 贫富的这种差距的三六九等 我们从小就教育有一种阶级叫做无产阶级 穷人没有钱的人是一个阶级 还有一种阶级叫做资产阶级 有钱的拥有财富多的人是另外的一个阶级 就连农民也有不同的阶级 有贫农 有中农 有富农 我们从小都很熟悉这些概念 我们的世界观就这样被塑造了 所以我们很不自觉的 我们会按照我们的经济的水平 把自己 把别人对号入座的划分成某一个阶层的人 而这一种的世界观进一步的会导致什么 一定会导致隔阂 甚至会导致仇恨 于是不同阶级之间的人就会成为一种 被定义为是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 或者是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教导我们的 而这一种的世界观 也恰恰的就被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的价值观 用来去煽动一种 无产阶级和自产阶级的仇恨 去挑唆贫农对富农的仇恨 所以在中国才会当年发生土地改革运动 一些人只因为他们 或者从祖辈继承了一些财产 或者因为他们很努力地去经营 得到了更多的财富 他们就成为应该被杀的那样子的一群 然后他们的财富被掠夺 整个的社会的秩序被重新地被颠覆 我们从小就在这样的一种世界观里被教育的 而这样子的一种世界观 事实上不仅是在中国的 今天的美国也很多人也接受这样的一种世界观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在美国 这种黑人命贵运动 Black Lives Matter 不仅在美国乃至在全世界 西方很多国家都在风起云涌地在运行 为什么 他背后的一种的思想 一种的价值观 世界观 就是偏离圣经的 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世界观 那个黑人命贵运动的发起人之一 一个女的叫做 Patrice Cowellus 她在2015年的时候 就公开的曾经声称过 她和她的团队的那些组织者 他们都是训练有素的马克思主义者 这是他们自己声称的 假的 而且他们说 他们要发起这样的运动 背后的指导思想 就是他们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的理念 就是这样的一种世界观 把人划分成不同的阶级 只不过他们可能会用肤色 把不同的肤色的人 划分成不同的阶级 然后把这个关系定义为是 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 所以在今天的这个运动当中 我们常常会看到 压迫这个词的出现 在很多人的描述当中 来煽动一种的仇恨 来颠覆传统 颠覆原有的秩序 但她背后的思想 其实违背圣经的观念 她背后的指导思想 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 她所采用的一些手法 其实是继承了 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手法 或者1719年 德国十月革命 和1950年代 中国土地改革运动的 那一种激进的 甚至暴力的手法 如果真的这样子的一个运动 可以成功 可以达到其预期的话 那么其产生的结果 也一定是更加严重的 贫富分化和真正的压迫 历史证明了这 但是为什么今天 这样的一种社会思潮 和群众力量 在美国乃至在全世界 很多国家都如此的强大 因为基督信仰 在美国 特别是在过去的欧洲 在很多西方国家 其实已经经历了 漫长的衰落的过程 很多人不再用圣经的真理 去塑造世界观了 很多人不再从基督的救赎里 去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 所以其他的社会思潮 一定会进来 但是今天 当我们再回头去看 保罗和他的同工 看到他们这一群人 组成的这样子的一个群体 我们看到了这个世界 最需要的一幅图画 就是在耶稣基督的救赎里面 不同肤色的人 不同民族背景的人 不同经济收入的人 他们可以互相称为弟兄 可以彼此相爱 可以何而为 一个医生和一个奴隶 一个监狱里的囚犯 他们可以在基督里面合一 他们可以一起同甘共苦 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图画 是我们今天这个世界 最需要的一个图画 我的邻居是一个美国白人 一个妇女 她是一个很爱主的基督徒 跟我家的关系也蛮好的 然后我们那个小区里 经常在星期三和星期六的早晨 会有收垃圾 收垃圾的那个小伙子 是一个黑人小伙子 我记得去年的圣诞节 我家的那个邻居的 那个白人妇女的那个邻居 那天早晨特别准备了 一个圣诞礼物 给那个收垃圾的 那个黑人小伙子 当他来收垃圾的时候 把那个圣诞礼物送给他 然后那个小伙子呢 也很开心地接受 两个人互相道谢 非常美的一个图画 我的另外的一边的邻居呢 最近刚刚搬来的一家人 是一家黑人 我还没有机会跟他聊太多 但是因为我们两家中间 没有很明显的这个界限 草地是连在一起的 所以常常割草的时候呢 我会多割 多割那么一小片 就把他家的那个 边上的那个也一起割了 然后呢上上个星期 我发现他也很 也把我们家的那个 打边的时候 把我们家的那个地方 信箱那个地方 也给打边 打得整整齐齐的 发现虽然没有 彼此太多的语言上的沟通 我们已经在无声地 用着实际的行动 在彼此互助 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图画 因为当我们的观念 重新地用圣经来塑造以后 会发现在上帝的创造中 每一个人都可以找到 自己的尊严和价值 不管我们是什么样的肤色 在基督的救赎里 我们可以领受同样的恩典 我们都可以成为天父的儿女 可以互称为弟兄姊妹 可以在基督里合一 我们要成为这样一群人 合一的一群人 这是第一个特征 第二个特征 我们会发现这一群人 他们也可以彼此地分享 他们可以分享祝福 也可以分担责任 甚至分享痛苦 第七节到第九节 说保罗让推基谷和阿尼西姆 去把他在监狱里面 所处的这个光景 告诉监狱外面的 哥罗西的信徒 保罗愿意把自己的处境 分享给很多很多的弟兄姊妹 让别人了解他 而且保罗也愿意去分享 别人的属灵的状况 在第十二节 保罗提到了以巴佛 说在祷告之间 常常为你们祈求 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 可以完全信心充足 能站立得位 这句话是什么 这是一句祷告 对吗 这是谁的祷告 如果你不仔细读的话 以为这是保罗的祷告 因为是保罗在写 但是你仔细读发现 这不是保罗的祷告 这是谁的祷告 这是以巴佛的祷告 可是令我们很吃惊的是 保罗跟以巴佛两个人 了解到深入 分享到什么程度 保罗居然都知道 以巴佛在祷告些什么 可见两个人的分享 是那么的透明 那么的敞开 那么的深入 连以巴佛每天在祷告些什么 保罗都一清二楚 能够把它一字一句地写出来 这是一种非常深入的分享 这是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 然后保罗也劝勉 各罗西的信徒 和其他教会的信徒 要彼此分享 分享属灵的祝福 第十六节保罗说 你们要念这一封信 念完了交给老底嘉教会念 然后老底嘉的教会的信 也要交给你们 你们要互相交换书信来念 这也是一种属灵的分享 我们看到老底嘉教会 也收到了信 这个应该就是以福所书 因为以福所 老底嘉 还有哥罗西 这三个地方 是非常的靠近的 让保罗写书信 给当时的教会 他们都要互相的传阅 互相的传阅 这也是为什么 在初期的时候 在确定 新约圣经的正点的时候 其实很多的 新约圣经的正点 已经在大公教会里面 已经得到了公认 因为大家从一开始 就互相的传阅 因为这就是上帝 借着保罗这些使徒 所启示的真理 从上帝那里来领受的话语 要彼此的分享 这个图画就好像是一个 就好像一个身体 我们经常把教会 比作基督的身体 我们每一个人 就好像是身体里面的一个肢体 那么肢体之间 要互相的分享 整个的身体才能够健康 就好像是我的身体 我吃了一些东西 我的胃 消化了营养成分 然后我胃里面的营养成分 就会流通 随着血液的流通 还有这些 其他的这些 生理的功能 就会把这些养分流通 分享到 我其他的身体的 各个气光 各个肢体里面 所以当我吃完东西以后 我的胃消化了 然后我的头脑就清醒了 然后我的身体就有了力量 整个的身体就健壮 不同的肢体都得到了 这就应该是 基督徒之间的 这个分享的关系 所以弟兄姊妹 当你有每一天读圣经 你有了心得 有了感受 有上帝给你了一些 特别的感动 你可以把它分享出来 分享给其他弟兄姊妹听 分享给你属灵的小组 或者属灵同伴听 这样这样可以带来两个好处 第一个好处 让那些听到的人 可以直接地领受你的感动 第二个好处 让别的人发现 原来读经是这么的甘甜 原来读经是这么的有收获 这样也可以吸引其他的人 去好好的读经 所以要分享 分享祝福 而且也可以分担责任 第十三节 第十三节说 以巴佛为你们和老底家 并希拉玻璃的弟兄 多多的劳苦 劳苦这个词 它就不只是动一动嘴皮子 说一说话 也不只是在手机上 敲敲键盘打几个字而已 劳苦 这是要流汗水的 是要付出体力的 但是以巴佛不是为他自己劳苦 这里说以巴佛是为其他的教会 其他的弟兄姊妹们在劳苦 这一种分享 就要更付代价 这一种生命之间的团契 就不只是聚在一起 互相倾诉一下自己的心情而已 而是愿意 把自己的一部分时间拿出来 把自己的体力拿出来 去为了祝福其他的弟兄姊妹而劳苦 就是把自己生命当中的一部分 拿出来去为别人而活 这是分享生命 我觉得在这一点上 我觉得我们教会弟兄姊妹 非常令人感恩 我们教会弟兄姊妹很 在这方面我觉得 付出了很多的劳苦 像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姊妹们 他们割草 或者是维护教产 修理屋顶 其实这些弟兄姊妹的汗水 所付出的劳苦 都是在为我们每一个人 在劳苦 当今天我们这大约十位的弟兄姊妹 坐在这里 在这里可以敬拜的时候 我们是在分享 那些为我们打草场地 清洁场地的弟兄姊妹们的汗水 我们是在分享那些 为我们修理屋顶 修理空调 维护教产的弟兄姊妹们的劳苦 他们是在为我们劳苦 这是一种生命的分享 而不只是一种内心感受的一种分享 我们应该成为这样的一群 也愿意更多的弟兄姊妹 我们可以把自己的生命拿出去 分享给别人 而不只是总是那几位 为我们劳苦的弟兄姊妹 这是第二个特征 分享 第三个特征 这一群人他们还可以彼此的鼓励 在第八节和第十一节 都出现了同一个词 叫做安慰 安慰这个词 其实也可以翻译成是鼓励的意思 在很多英文的版本的翻译里面 都翻译成是鼓励的意思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让一个人在前进的时候 能够有勇气 在成长的过程中有动力 因为神拯救了我们 是让我们经历一个成圣的一个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是一群人携手前进 不是一个一个的人单独去行走 是一群人一同的行走的一条天路立场 那么我们就需要彼此的鼓励 如果我们当中有软弱的人 那么其他的人就要给他一点力量 有人跌倒 其他人就把他扶起来 有人灰心 其他人就给他打打气 有人想要掉队了 其他人就要拉他一把 是这样一个鼓励的关系 怎么鼓励呢 第十七节 保罗就鼓励亚基布 保罗说 对亚基布说 勿要谨慎 尽你从主所受的职分 这是一句鼓励的言语 在言语上的鼓励 我相信 当亚基布听到或者看到这句话的时候 他的心一定会很感动的 因为当保罗 写完了这一封书信之后 在结尾的时候 特别点到了亚基布的名字 当一个人的名字被点到的时候 这个劝勉不是针对别人的 就是针对这个人量身定做的 个人化的一个鼓励 我相信当亚基布听到这个话的时候 那个鼓励的效果一定是非常明显的 因为这不是泛泛而谈说 说给所有人 说给大家听的 这就是说给他个人听的 这是一个个人性的鼓励 所以弟兄姊妹 如果我们要想常常得到鼓励的话 有很多话 我们需要把它个人化 像我们在主日讲道 或者在主日学 在查经等等这些 集体性的这种聚会当中 在做教导的时候 就很难个人化 我在讲道的时候 不能指着某个人说 你怎么怎么样 通常在讲道的时候 我们是在讲一个 适用于所有人的 一些圣经的原则 但是如果我们弟兄姊妹在听的时候 不把它个人化的应用在自己的生活中的话 这些教导的信息就很难起到鼓励的效果 因为我们常常会觉得说 这些道理都是说给大家听的 没错是说给大家听的 但是当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的个人都淹没在大家这个抽象的概念里 那么没有一个人 能够得到这样一个真正个人化的属灵 所以我们在听道 或者是在学习圣经 在主日学的时候 要把有一些的劝勉 要把它个人化 就可以这样想说 神啊 你就是借着今天的信息 你对我说的这一句话 就是你对我 对我陈思怀说的这句话 对我李正中说的这句话 对我李扬说的这句话 你把你的名字填进去 我是随便说几个人的名字 没有特别的用 你就把你的名字填进去 要把它个人化 要不然的话呢 很多时候的信息 我们听完了就过去了 没有太触动我们个人的心灵的生活 在讲道的时候呢 很难把它个人化 但是我们听的时候要个人化 但是那个个人化 不是说牧师你就针对我骂我 不是这个个人化 是把那些劝勉 鼓励性的信息应用在自己的身上 这样子一种个人化的应用 而我们在小组当中 在每一个小组当中 其实更方便去使用这种个人化的 因为在小组的当中人比较少 分享的可以更深入 我们在小组聚会的时候 你就可以用这种个人化的方式 去彼此鼓励 就像保罗去鼓励亚基布 就可以点着他的名字说 某某弟兄或者某某姐妹 怎么怎么样 按着他的名字去鼓励他 而不只是泛泛地谈一些手中的道理 另外一种鼓励呢 我们看到是一种 是一种榜样式的鼓励 保罗让推基谷和阿尼西姆 把他在监狱里面的情形 说给哥罗西和他其他的信徒听 好让他们从中得到安慰 得到鼓励 所以当外面的这些基督徒 知道了保罗在监狱里面的情况 他们可以得到鼓励 为什么 因为他们看到了保罗人虽然被捆绑了 但是福音却不被捆绑 保罗没有顾及个人的安危 而是继续地去传道 得到一切的机会去传讲福音 这样一个服饰的榜样 可以起到一个鼓励的作用 可以彼此的带动 那保罗也同样说 当他看到有这样几位同工在他的周围 保罗自己也得到了鼓励 这样一个服饰的见证 可以彼此的带动 起到一个鼓励的效果 所以弟兄姊妹 如果我们觉得在疫情的这段时间里头 常常的不能来教会 常常的跟弟兄姊妹缺少这种近距离的交通 我们觉得慢慢的鼠灵的光景冷淡了 没有热情了 不想动了 我们需要想一想 看一看 那一些服饰的见证 服饰的榜样 你可以想一想 刘牧师他们在疫情这段时间 从几月份我都忘记了 从好几个月之前 每个周二 每个周四都组织网络的福音步道会 一直到现在从不疲倦 你可以想一想 Ritual 每个星期六下午带领小孩子们 学习圣经 激发了孩子们读经的热情 他们没有疲倦 但愿这样一些鲜活的见证人 可以鼓励我们动起来 可以鼓励我们动起来 就像是保罗 他虽然人被囚在间里 但是福音不被捆绑 今天虽然我们因为疫情的原因 被困在家里面 但是让我们属灵的热气 不因此而冷淡 这样一群人 合一的一群人 可以分享生命的一群人 可以彼此鼓励的一群人 但愿我们也成为这样一群人 这群人其实并不完美 这里面提到有一个人叫做马可 马可曾经在传道的过程中 也退缩过 当时保罗还看不上马可 不想带马可继续传道了 因为觉得马可有点软弱 因为这个问题 还和巴拿巴起了争执 后来巴拿巴就带着马可走了 保罗就带着希拉走了 两边分道扬镳 你会发现这一群人并不完美 他们当中也有人会 某些时候会有软弱 他们也会有意见的分歧 甚至会有冲突 这些人不完美 但是这些人之所以可以长久的在一起 是因为他们信靠同一位完美的救主 耶稣基督 所以当保罗在写哥罗西书的时候 你发现保罗那个时候已经接纳了马可 而且他也让哥罗西的信徒也接纳马可 这样一群不完美的人 在一位完美的救主耶稣基督的里面 学习彼此接纳 学习彼此赦免 彼此相爱 然后达成一个在基督里的合理 那么我们要进入这样一个群体 不是说要求我们马上变得完美才有资格 而只要我们愿意去凭着信心 去接受那位完美的救主 我们就可以成为这个群体当中的一个 然后在这个群体当中 我们学习彼此赦免 学习彼此接纳 学习分享我们的生命 学习彼此的苦 我非常的感恩 非常的感谢神 我们在一个教会里成为这样的一群人 我们已经信靠了耶稣基督 我们已经是这样一群人当中的一员了 虽然疫情的原因 我们常常的要分散在不同的地方 但是我们并不孤单 我们在属灵上是连接在一起的 我们仍然在携手一同同奔天路 一直等到我们见主面的那一天 但愿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 在未来的日子里 我们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人中途退群 在保罗的这个团队当中 有人退群的 就是里面有一个提到一个人叫做迪玛 最终迪玛贪爱世界 退群了 离开了这个群体 回到世界里去了 但是但愿我们当中 没有任何一个人中途退群 我们将信心 尸首到底 忍耐到底的 必然得救 最后的问安 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群体的画面 神拯救我们 是把我们摆在一个群体的当中 所以我们当中 若有任何弟兄姊妹 你觉得在属灵的成长上 比较孤单 你没有一个属灵的同伴 没有参加任何的一个小组 没有任何人可以彼此的分享 彼此的鼓励 好好地祷告 去寻找一个小组 组建一个小组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不知道怎么办的话 可以告诉我 我可以陪着你一起祷告 陪着你去寻找 能够加入到一个小组的当中 能够找到一些属灵的同伴 如果你已经在一个小组 或者有属灵的同伴 那么你就在你的小组当中 和你的属灵同伴 能够分享生命 能够彼此鼓励 把这样的一个鼓励 把它个人化 就像是保罗 个人性的鼓励 压击不一样 按着他的名字 去鼓励他 好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何等地感谢你 把我们这些在世上迷失的羔羊 拯救到主你自己的活动 让我们不再孤单 而是有一群和我们一样 同奔天路的人 与我们携手前进 主啊 就求你帮助我们 珍惜这样的一种关系 珍惜这个群体 因为这样一个群体 是主耶稣用你的宝血所买水 你愿意让我们在这个群体当中 得到祝福 主啊 我们就祈求你帮助我们 每一位弟兄姊妹 能够把我们的生命 摆在这样一个群体的当中 去和弟兄姊妹彼此的分享 彼此的劝勉和鼓励 成为别人的祝福 也因此得着祝福 谢谢主 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人 阿们